新聞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媽祖 今天記憲報於公道 這也是媽祖在書上第一本的公民 投票 說明在早期八點到 8月4點可以到8月的投票開票所來 投票 連工官的選委會公家 開票的作業會在8月5點半來完成 觀眾楊崔先生也會在 柯林投票結果之後來記憲記者會 傳播結果 早上9點五十分 連工官店有楊崔先生是 帶到他的媽媽跟他的好心 到投票所來投票 面對媽祖率先第一次的公民投票 暫時來開放保教專科的楊崔先生是希望 管民也是投票來表達他們自己的心想 我想不同意見 經過公投以後 這個意見就會整合 我希望我們中央政府也好 社會各界也好 媽祖鄉親也好 甚至於說 反對團體也好 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要接受多數我們鄉親的選擇 反對開放的媽祖 反對外交通的生活也在需要來到 港級的投票所來投票 他們是希望不管最後投票的結果是怎麼樣 媽祖還是來繼續來改善 現在對外的交通問題 過了我覺得可能之後會不會蓋 其實我們還是要去努力去爭取說 減低媽祖最最低的傷害 那他今天不過我們當然會覺得很慶幸 可是媽祖還是有這樣交通的問題 還是必須要去解決 早上也有一些民眾是為台灣雞人港 坐一條臺馬輪 回來到媽祖來投票 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很好 很好 最起碼說可以代表我們媽祖的心聲 可以表達一下 為什麼特別想回來工作 將來媽祖才有經濟的發展可能性 這張媽祖在首相第一次的公民投票 從早上開始 是在全媽祖八投票所來進行 這投票人數是七七八六十二人 不過到時候 到時候投票率就來看看 這張投票會在月報四點來繼續 並且馬上來進行開票 這個管政府是告過了 在可能時間在五點半的時候 是來完成開票的作業 在六點左右 這管長楊崔孫也會來進行記者會 來看看會兒一部媽祖要怎麼走 以上是記者 張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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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媽祖的蔡宏報道